这是一台杂牌一体机的主板 什么品牌的看不出来 用的是AMD的3500M的CPU 它的故障呢就是内存供电上管机窗 然后呢把CPU和内存通通干掉了 本来呢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修供电 然后换内存换CPU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这坑爹的设计师总能玩出点新花样 本来呢这个CPU应该是PGA封装的 它下面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座子 然后把CPU插进去 拧一下螺丝的话就能固定住了 但是这个主板直接把这个锁紧座给阉割了 直接把CPU给焊在主板上面 把这种PGA封装的CPU给焊在主板上面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设计 厉害了 本来这种CPU换起来只要拧个螺丝就行了 现在要花点功夫了 拆的话没什么难度 直接拿BGA来拆 装的话我估计会非常的费劲了 我还是第一次用这种方法来拆这种CPU 拆的时候有几个针角断在里面了 先挑干净 等一下还得想办法把这么多孔里面的锡给吸出来 怎么把焊盘给吸干净呢 机制的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用BGA焊台配合吸吸器 不然的话太累了 虽然说这样也很累 花了十几分钟 终于把这900多孔给吸干净了 大致上都吸得差不多了 我数了一下 总共有937个孔 OK下面可以考虑给它装CPU了 为什么不用BGA来装这种CPU啊 因为我怕这个CPU受不了这么高的温度啊 把这个新CPU直接给扣上去 然后背面这937个角都要给它焊一遍 先给它抹点焊油 第一个角 焊完一排 全部焊到位 清理残留的吸 全部焊完了 来洗刷一下 换个内存 接屏幕的话已经可以点亮了 哎呀 还好它内存槽没有阉割掉 这是我第一次换这种CPU 也是最后一次 进了系统 装了一个鲁大师 跑了一下测试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我这一上午都在干了些什么 修完了这个杂牌一体机 再来看一片技嘉的AMD主板 先来看一下问题 可以上电 不跑毛 PCI没有复位 没有复位好修 肯定又是哪个供电不正常 或者是哪个小商机管又坏了 先来检测一下整片主板的各路供电吧 先从CPU供电开始 CPU这边边上的电容是没有测到电压的 所以这个主板没有CPU供电 再看这一组供电 输入没有电压 输出还是没有电压 再看下面这一组吧 依旧是没有供电啊 奇怪 难道是我电源坏了 这边5V 12V 电源都有电压输出类啊 按照主板的供电顺序呢 先是内存供电 先查一下内存供电是否OK 内存供电没有电压 但是它的上管是有5V电压输入的 有电竞也没电出 看来是内存供电在搞鬼了 找了个图子看了一下 内存供电开启信号是芯片的第7角 是没有电压的 这个芯片的第5角是供电脚 是有12V电压输入 内存供电开启信号是由一个三级管和一个帽子管来控制的 这种帽子管在技嘉组网上面的故障率非常的高 直接把这个帽子管给它换掉 再给它装上风扇和内存 插上整段卡来试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已经秒杀了 有意外 有意外 存属意外 查图子呢 这个开启信号还受另外一个帽子管控制 Q71 直接把这个Q71给拆下来吧 这下总没有意外了吧 还没跑吗 这个开启信号只受控于那两个帽子管 已经被换掉了 还是没有电压的话 那结果只有一个了 这个RT8120D内存供电芯片坏了 换掉换掉 换了芯片呢 把这个内存和CPU都拿掉 省得真出了点什么意外 一路烧过去 跟刚刚那个杂牌一体机一样 先试一下供电 这边内存供电已经1.5V了 nice 然后把这个CPU内存整档卡全部给它装上 再来试一下 这次绝不能有意外 OK 已经很顺利的可以跑马了 时间差不多了 视频就拍到这里 拜拜